天父啊 今天当我们领受上帝话语的时候 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兴盛 求你用油告你仆人的口 求你赐给我智慧的话语 知识的话语 能力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吸引上帝的关心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今天的讲章 上帝是有丰盛慈悲的 他像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类 赋予了儿子的生命 赋予了儿子的名 赋予了真理和能力 这一切都是由于圣灵 故此上帝特别关心属自己的人 领受他话语的人 就是吸引上帝关心的人 听从上帝的话语 服从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就结出福分和生命 故此 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 决定着今生和来世 吸引上帝的关心就是信仰 信仰证明人的为人 让我们吸引上帝的关心 上帝爱属自己的人 并把福分和生命赐给他们 愿意得到福分和生命 却否认其根源 结果毫无益处 上帝的话语就是根源 人是好像虫子一样的存在 是灰尘一样的存在 让我们与上帝相交 吸引他的关心 上帝印证了自己的胜利 谁能离了他就获得胜利 让我们顺服于上帝 做属上帝的人 阿们 上帝是有丰盛慈悲的上帝 他拥有丰盛慈悲 上帝创造了万物 万物都具有他的形象 鸟有鸟的形象 有鸟的样子 上帝这样的创造万物 但唯独人 唯独人 没有自己的形象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照着上帝的样子造的 就是说 人是唯一不具有自己形象的存在 上帝给了人 能够像上帝一样永生的全能 给了人灵 并且还叫人能够听上帝的话语 上帝给了人类如此大的恩典 还把上帝儿子的生命给了人 就是说 上帝儿子的生命 不是给所有的被造物 而是给了拥有上帝形象 照着上帝的样子造的 人 唯独给了人 人 人也是 不会随便把自己儿子的东西 给其他人的 只会把它给儿子的朋友们 很亲的人 同样 上帝没有把儿子的生命 给其他的被造物 还是唯独给了人 给了形象 跟上帝一样的人 叫人拥有儿子的形象 也把生命和真理给了人 这是在上帝有这个创造计划之前 就已经有的计划 大家和我 我们因此能够反驳那些进化论者的主张 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说 人能够特别吸引上帝的关心 上帝把人造成了这样的存在 能够特别吸引上帝关心的存在 这世上有万物 但上帝不是对着所有的万物都关心 唯独对人 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名字 上帝关心这样的每一个人 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吸引上帝的关心 但不是说人的一切 人类的一切都进入永生 能够进入永生的 上帝已经定了能够进入永生的那个旨意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形象 都有自己的样子 但是能够进入永生 能够进入永生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在于这个人是否与上帝的旨意相关 救恩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 按照上帝的旨意得救 信也是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拥有着信 在旧约时代有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不是假冒伪善的人 法利塞人的意思不是假冒伪善的意思 就类似于今天的圣洁主义者 法利塞运动 法利塞运动呢 就好像今天我们毕利亚运动一样的 这种是一种运动 圣洁运动 在当时法利塞人是完全的 没有几乎是没有瑕疵的人 他们当中没有干犯十分之一 没有干犯安息日的 他们无论到哪里也不会行恶 也不行恶 所以对于法利塞人的行为 连耶稣也没有判断过 没有指责法利塞人的行为 耶稣也承认他们的行为 但是他们从外表来看 从外貌来看 很完美 没有瑕疵 就好像用灰磨的那个墙一样 很平整 经常说 就好像这样的磨的 这个用灰磨的很粉饰的这样的坟墓一样 但是坟墓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是尸体 外面看起来 外表看起来很整齐 但里面是尸体 所以耶稣说 你们诱惑了 假冒伪善的法利塞人 你们诱惑了 这样的指责他们 从外表看来 他们很整洁 没有问题 没有可指摘的 今天有些人认为 啊 我能做到这种程度 肯定是能得救了 但这些不能得到上帝的承认 上帝希望人按照他的旨意 过信仰生活 所以需要听到 听到 讲到是什么 就是上帝是这样说的 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意思是这样这样的 这就是讲到 讲到不是能言善辩的人 就是来说的话 而是怎样来理解上帝的旨意 这是讲到者要说的 讲到者如果不理解上帝的旨意 就没有办法讲到 对于圣经 经上说 是被上帝的灵感动的人 从上帝那里领受 凭着灵感记录下来的 这就是圣经 所以经上的话语 不可以随私意解说 有人这样的解说就是 灭亡 就会自取灭亡 所以经上说 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上帝的话来 所以解释圣经的这个解释 讲到者呢 一定要有灵感 要有灵感 这样才能够理解 记录圣经的那个旨意 那个意思 圣经里面有马太 爱马可 路加 约翰 有四福音 其中约翰福音 对约翰福音神学家们 很少去讲 其他的福音书 人们常去讲解 但是唯独对于约翰福音 因为约翰福音是非常属灵的 而使徒约翰是在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下 凭着灵感 唯独约翰福音 是凭着灵感 从记录的 属灵方面的内容 所以神学家们 一直主张说什么呢 说把这当 把约翰福音 当做了一本 神秘主义的书卷 就这样的 藐视约翰福音 而我们比利亚人 读的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 我们常常参考约翰福音 因为这里面装载着非常重要的内容 还有在使徒保罗写的书信书当中 就是很多书都是非常有灵感的 从下周开始我要讲义福所书讲义 在书信书当中 义福所书是常常被读书远的一卷书 但在属灵方面 他却具有着非常深奥的意思 在使徒保罗所写的书卷当中 最属灵 最有灵感的 可以说是一幅所书了 如果没有灵感 就很难理解这一幅所书 要被圣灵充满 才能够明白到记录圣经的人 他在当时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所理解的那个话语 就像这样 上帝的话语 要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下去传给人 有人说 我也奉主的名赶鬼了 我也行神迹了 但是主却说 我不认识你 无论是谁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虽然从肉体的角度来说 哎呀 这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 但是谁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姐妹呢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重要的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上帝不以貌取人 所以 我们一定要听好 要听 理解好这话语 我们怎么才能够吸引上帝的关心呢 上帝的关心在哪里呢 不是说外表 看起来很漂亮 个子高高的 就能吸引上帝的关心 上帝的关心不在这里 上帝的关心在于上帝的话语 上帝 拆他的话语 拆他的话语来 这话语 到底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这是上帝所关心的 学校举行运动会的时候 家长们都去学校操场上去参加 参观 去看一下那么多小朋友在一起跑来跑去的 但是呢 做父母的 那么多孩子当中 只关心其中的一个 也就是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特别的关心 一直盯着他们看 当看到自己的儿子的那一对得胜的时候就会很高兴 就好像这样 上帝将他的话语拆来了 在诗篇里面有话语说上帝拆他的话语来 一柄拆他的话语来做工 上帝将他的话语拆到了 教会开到了家庭 拆到了各个人里面 然后看一下这个话语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这个话语会给我们带来平安 一个家庭如果接受这平安 那么所说的平安 所求的这个平安就临到那家 如果不接受 这话语的人就要把脚上的尘土堕下去 对于最后的审判 主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五节那里说什么呢 那日好像区分绵羊山羊一般 在区分绵羊与山羊的时候 把它们分为左右 然后对右边的说什么呢 我被关在间里的时候 我生病的时候 我在饥饿的时候 渴的时候 吃神露体的时候 病的时候 你看过了我 然后又对左边的说什么 我在监狱的时候 我在病人的时候 我吃神露体的时候 还有我饿的时候 渴的时候 你没有看过 在这里我们不要误解 是什么样的行为叫我们得救 这里强调的不是行为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见你饿了 见到主 关在监狱里 还有见到主 渴的时候 饿的时候 或者吃神露体的时候 来看你呢 因为上帝的话语 已经临到了我们每个人里面 上帝把这个主 把这个话语 拆给了我们 谁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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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在监狱里的人 上帝的话语 也进到他里面 还有被生病 躺在病床上的人 话语也能进到他里面 还有贫穷的人 还有吃神露体的人 上帝的话语也能进到他们里面 他们 他们 接受着话语 接受着话语的时候 上帝的关心就在他们身上 上帝的话语 传给了每一个人 传给了每一个人 然后就看一下 人们怎么来接受这话语 顺从这话语 上帝的话语 在被关在狱里的人 在生病的人 里面 得到什么样的大狱呢 被拒绝了吗 他们虽然读了圣经 但是却不行动 关在狱里的人 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出了狱以后 可能会成为非常优秀的人 成为非常 信心非常好的人 但也有的人成为了 假冒伪善的人 有的人 在生病的时候 成为了 就是非常的 在树林方面 非常的有知识的人 但是呢 当病好的时候 却成为了 加冒伪善的人 还有的人 也是在他贫穷的时候 这样的接受 上帝的话语 但是一旦 富足了以后 就丢弃了这话语 上帝的关心 就在这里 我们 他在看 我们怎么对待 这个话语 怎么接受 这个话语 现在在座的大家 大家的环境都不一样 所处的条件都不一样 在你所处的那个位置上 有话语领导 那么上帝就 在关心你 在看你怎么顺从这话语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 是什么意思呢 平时你们藐视我的话语 那么在你们需求我帮助的时候 我也会不在乎你们 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领受我的话语 却藐视 不在乎 拒绝着话语 所以你们向我求帮助的时候 我也会关门 当灾难 惊恐领导 惊恐领导 好像狂风一样 你们呼求我 我却不答应 我恳切地寻求我 也寻不着 为什么 因为你们藐视了我的话语 有的人平时藐视上帝的话语 后来当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天天来参加通宵祷告 也进食祷告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 信仰非常好的人 但是并不会因此祷告得到应允 那个时候上帝也可能不理会他 所以在平时 我们要与上帝相交 在平时 要能够吸引上帝的关心 对于上帝话语的关心 对于领受话语的人 他对上帝的话语关心 上帝也关心他 上帝也会关心这样的 领受他话语的人 对于不领受上帝话语的人 上帝也不会关心他 哪怕他是君王 哪怕他是高贵的贵族 他如果不关心上帝的话语 上帝也不会关心他 我们要明白到这个道理 亲爱的圣徒们 我们要谦卑 要谦卑地领受上帝的话语 要谦卑 我们要吸引上帝的关心 大家真的依靠主吗 真的依靠上帝吗 你是在修道吗 还是真的在吸引上帝的关心 你是一个信徒吗 上帝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拆到世上 人们杀害他 然后他在这样的历史当中 就这样的受害 但上帝 叫他从死里复活 在众人的目睹 亲眼目睹下 把他提到天上 就像这样 主也会再来把我们领去 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爱 主应许我们 会得到与主所得到的那个荣耀 同等的荣耀 在这地上 哪怕得到他人的藐视与欺负 但是上帝不会藐视我们 就好像主耶稣在这地上 受辱骂 唾弃 但是上帝没有藐视他 而是拯救他 然后主被提到天上以后 他没有马上拆圣灵下来 而是过了十天以后 才将圣灵拆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当天将圣灵拆下来 人们可能会很兴奋 哎呀 领受圣灵 但是过了十天 过了十天 以后才将应许的圣灵 拆给他们 那个应许在过了两千年后的 今天也照样地在成就 我们基督徒要信赖上帝 依靠上帝 要吸引他的关心 现在上帝的话语 在我们里面受到什么样的藐视呢 上帝的话语如果受到藐视 那么上帝会藐视你 你们抛弃我的话语 所以我也抛弃你们 我也抛弃你们 我们不能藐视上帝的话语 这样的 这样的人才是有信心的人 这样的生活才是树林生活 信仰生活 大家 肉体不是永远活着的 肉体无法永远活着 只有在有肉体的这段期间 主命令我们 只有在短暂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才能够过好树林生活 主恳切地嘱咐我们 在这段期间要过好树林生活 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 要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 让这话语改变我们 让这话语在我们里面做工 要接受这话语的带领 我们要顺从这话语 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道成肉身来的那位就是耶稣 道与上帝同在 这道就是上帝 经常这样告诉我们 上帝的道与上帝是同等的 上帝的儿子与上帝的道是同等的 圣灵与真理是同等的 对于这道我们不能藐视 我们祷告 就是为了让这话语能够成就 我们握紧拳头说 我的灵魂啊 你要吸引上帝的关心 我们下决心 说 我的灵魂啊 你要吸引上帝的关心 我的灵魂啊 你要吸引上帝的关心 我的灵魂啊 你要吸引上帝的关心 我们要吸引上帝的关心 但是 如果你 你抛弃上帝的话语 那么上帝也会抛弃你的 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吧 让我们的家庭 不要拒绝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 让上帝的话语 不要在我们的家庭里被藐视 我们一起大声地祷告吧 大声地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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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祷告 祷告 葛 hrwisen hrwg 葛 hrwi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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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wisenhwisen hrwisen hrwisen hranwis 우리 모두를 다 감동하시고 인도하여 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아버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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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우리 모두를 축복하시고 성령으로 인도하여 주시옵소서 간절히 돋고 원합니다 우리 모두라 하나님의 뜻대로 하나님의 뜻대로 할 수 있게 도와주시옵소서 간절히 돋고 원합니다 佛上帝啊 我们圣乐人 毕利亚人 是进行归道运动的人 让我们当中 不要有一个假冒伪善的 都能够把上帝的话语 接到灵魂里 并且去顺从 去相信 求你帮助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做好 离开世上的准备 让我们无论什么时候 都能够 坦然地去告白 主啊 求你接纳我的灵魂 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告白 求你帮助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生了教会的人 请站起来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生了教会的人 请站起来 拿到 带着自己的东西到前面来 请到前面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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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한글자막 by 한효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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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圣徒们在你面前制定了这个约定奉献的表格 他们这样的靠着圣灵的感动 这样的下决心献上约定奉献 求你帮助他们 让他们对于在你面前约好的这个约定奉献 一定能够遵守 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的羞愧 求你帮助他们 在我们当中不要有一个人 叫令上帝感到羞愧 或者是欺瞒上帝的 也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试探上帝的人 天父让这礼物 能够为了主的荣耀而被使用 同时也求你赐福给我们这样的每位圣徒 应允他们的祷告 让他们当中不要有生病的 让他们因着侍奉上帝 而得到你的福分 求你拦住他们不该有的那些损失 让他们能够哼通健康 让他们的家庭常常充满喜乐 儿女们也能够健康平安 他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 都求你垂听 当他们生病的时候 也求你垂听他们的祈求 还有当他们为了什么事情 而祷告的时候 也求你帮助他们 让他们手所做的事 尽头横通 主啊 求你让我们不要成为宗教徒 而是成为你的儿女 你的门徒 成为真正的信仰人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还没有受尽力的人 请赶快到后面去 到后面去吧 我们在此场赞美的时候 没有受尽力的人 请赶快到后面去 赶快到后面去 赶快到后面去 祖躺 shouting 请赶快 华后面去 祝 vigor 华后面来 recommend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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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